終於做到這個主題了 今天我要跟你們分享的是我的 拍片相機 哈囉大家好我是Mao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對因為一直以來像我的臉書私訊 我的email影片下面留言 都很多人留言說 Mao你可以介紹一下你是用哪一台相機嗎 你是用什麼攝影器才拍片的嗎 然後我的第二Mao 當然也是有很多人點評說 Mao快點拍介紹相機的影片 對所以我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紹我的相機啦 那先說我頻道上面的影片 是有用不同的攝影器才去拍的 我一開始是沒有相機 我是用手機 我剛剛才算了一下 我是從第一支影片到第九支 都是用我的手機 我的iPhone5去拍攝 從第十支影片開始之後呢 我才用我的相機拍攝 就是它 它是Canon EOS M3的微單眼 它真的是我的寶貝 我出門一定會帶它 只要有我就有它 有它就有我的世界 那這一台相機呢 我大概差不多就是去年的這個時間買的 所以 天哪你一歲了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我會決定買這個相機的原因 第一個就是 登 這個自拍反轉鏡 這個是我覺得 不管你是不是做YouTube的 你是女生都覺得必備 你拍照你一定要看到自己才會安心 你知道嗎 不管是在家裡拍片 或是出門拍Vlog 一定是一定要把這個打開 對 就有一種安全感 而且就不會說你出去就是這樣子拍 拍到之後你去剪片發現 欸 我的臉沒有在裡面 對 就不會有這種悲劇發生 所以這個是絕對絕對絕對必備的 而且它是可以完全反轉到另外一邊 有些是只能這樣吧 還是只能這樣之類的 但它這台是可以完全反轉 等於是你可以自拍 第二個理由啦 就是它上面這個hot shoe 我有講對嗎 這個東西 因為我買這個相機主要我就是為了要拍影片用的 對 拍影片其實我覺得聲音比畫面重要 就是你如果畫面不好 但是你聲音清晰的話 只要你內容是有意思的 大家還是會看下去 那你的畫面再清晰 如果你的聲音是有雜音的 是很不舒服的是 觀眾容易會看不下去 對 那時候買相機啊 就已經有預想說 那未來我可能會再加購什麼設備 那我知道我可能會想買麥克風 所以我就買這種 就是到時候可以接麥克風的 雖然其實我現在還是沒有買麥克風 因為我還在就是尋覓中 然後下一個理由呢 就是它可以換鏡頭 像它這個是旅行的鏡頭 那另外一個呢 是定焦的嘛 雖然其實我現在也沒有那麼常換鏡頭 因為有時候感覺沒有那麼需要 但我覺得為了未來 你之後你總是想要多一點可能性嘛 所以的話 還是我覺得可以換鏡頭的相機 還是會比較好一點 下一個它處理景深的時候 我覺得很漂亮 不愧是Canon的鏡頭 那時候買上機目的是我想有個效果 是我人是非常清晰的 然後背景是模糊的 是要非常明顯的 所以那時候就 它有這個鏡頭嘛 這個大F的鏡頭 單焦的 就真的會人變得很清晰 背景似乎的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下一個它錄影功能這邊呢 它是可以調成Manual的 就是說你可以用你的自己的個人喜好去調 像我如果在室內拍的話 我就有一個自己喜歡的設定 如果是出門的話呢 因為那個環境變化真的太大 然後太頻繁了 我就會用自動的模式 然後像我平常錄影的時候 我是用這個設定 是用最多的 專門拍人像的 算美肌嘛 它說是你用來拍人物的時候 你的那個膚色會變得比較漂亮 但因為它不是那一種神級的美肌相機 不會拍起來像CASIO那種那麼誇張 所以其實也反而比較自然 然後膚色也會比較好看 我都是用它拍的 OK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的細部 這是它的上面 我覺得它這個握把做得還不錯 就是蠻好拿的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那個曝光的調整圈 我覺得就是很方便 可以直接這樣子調整很快 這邊呢它這個就是錄影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被我按了很多傷痕 我覺得它這個沒有太好按 但有朋友跟我說其實這個按鈕不好按到是 反而是好的 因為你不會想要說你沒事不小心就會碰到這個鍵 好下一點也是非常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它在我的預算裡 我那時候買這台好像是6萬2 6萬5日幣左右買到的吧 現在它有出現 所以我這台應該就是更更便宜了這樣子 那這一台呢其實我是在 就是店面去比很多相機去問之後 然後在上網買的 因為真的上網價錢比較好 我是在一個叫做價格.com 價格.com的一個網站 是比店面的價錢便宜了大概有一成吧 所以大概是達9折左右的價錢 我覺得真的蠻不錯的 對那這一台我6萬多日幣買下來 真的是我覺得說 Cp值非常高 然後我很滿意用的很開心的一台相機 也是我會推薦給朋友的 那是Asuna BE 他們其實現在也是用這一台 因為我跟他們推薦 然後他們就二話不說上網就買了一台這樣子 那講這麼多好話有沒有缺點呢 有 當然有 有點重 你明明是買微單眼 但是它的重量會讓你忘記它是微單眼的重量 鏡頭蠻重的 然後像我平常如果是出門旅遊拍片的話呢 我都會多一個這個三角架給它 加起來呢 就更加重了 這邊還有個台子 但是我還沒有買我就直接這樣先卡上去用 然後第二個勒 就是容易跑焦 相信有在看我影片的家族朋友們 你們一定常常看到我的影片撕焦 拍片我喜歡就是動來動去啊 什麼的 然後它就會 滋滋 會糊掉 那我就要做定 等它對好焦之後 重新 講一次剛剛撕焦的時候講個話 對 那雖然它有這些小缺點呢 它還是 一台非常小不言語的相機 我還是 大體上有的很開心 我也會 繼續用我暫且不會有換相機 一把 那我目前會想要新增的配備應該就是 麥克風 我真的很想要一個 麥克風 但真的好多好難選 我還在想 有沒有攝影專家 就是 有推薦的麥克風 在下面留言 就是建議我一下 我非常非常需要這些高間 對那其實很多詢問我說 他們要該買什麼相機的朋友們呢 可能都是剛開始準備要拍影片的朋友 其實真的 不用那麼擠著買相機 我中心建議你們 因為真的現在手機做得很好 像我最一開始有將近十部影片 全部都是用iphone拍的 我甚至連現在出門在外有時候 忘了帶相機要拍什麼 我也是用手機先拍 然後回去再撿解 都完全沒有問題 真的 對就一開始真的可以就先用手機拍 然後拍到你比較了解 你比較常拍 拿走類型的影片之後呢 你就知道你的相機須角是什麼 再去選 就不用一開始 好像要砸重金壓力很大的感覺 而且又不會花冤往前這樣子 OK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謝謝你的觀看 那這一台呢 沒錯 Canon的EOS M3 就是我的相機啦 在找相機的朋友可以考慮這一系列 它出新的了 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像是欺負目衝代言的 可以去看看 那因為我不是專業專業專業的攝影師 所以我講的其實就是 以我個人的經驗跟大家做分享 大家還是要多去書籍一些情報 就是在花打錢之前 好那就希望你喜歡這個影片囉 喜歡的話幫我在下面點一個大摩哥 點個喜歡 然後分享這個影片支持這個頻道喔 然後有什麼想要對我說的話呢 也在下面留言處 還有還有 有什麼想要推薦我的器材呢 也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非常需要大家的幫忙 然後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話呢 記得要訂閱喔 我們下集見 掰掰 掰掰